营地的早晨 有的 这边已经吃完饭了收拾好了 中间的这个车正在吃早餐 后边的这个车看不见 咱们走近一点去看这些大哥们 早晨都干些什么 这是早餐吧 吃什么呀 面条 鸡蛋 蔬菜 这个是最经典的他配鸡蛋面 是吧 这炉子好用吗 好用 炉子好用吗 好用 这会行 真的挺好 煮这面煮了几分钟 好像没几分钟 没有几分钟 真的没几分钟 预热的有两三分钟 可能就是开始烧也就是五六分钟 反正正常使用没感觉是吧 你为什么说特别的预热丑啊 或者是啥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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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对没有 一人一个 鸡蛋 鸡蛋 夹菜叶 好清淡啊 你们吃的 就是昨天你帮我买菜的 这是昨天咱们超市买的 是吧 当然 你们面条吃的这么清淡吗 不要 不要 不放点辣椒之类的 太辣了 太辣了 我们不行 我们受不了 吃辣的不行 这是上海大哥的车里 车里有条小狗狗 据说这条小狗已经16岁了 所以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这条小狗狗 这庙房车给小狗狗提供了一个移动的家 对 就是为了他买的车 我家狗狗 导主 您刚才说为了他买的车 对 是吧 对一个是为我爱人 另一个为 你没有车怎么带狗 原来我就骑摩托车 我把狗带着太造罪了 我后边有一个航空箱 我带着那个狗 每年从上海开到山东长岛 现在可以了 现在有车了更方便了 带着他也不怕别人看 也不怕别人瞧 对 他也不受罪 对 关键不造罪 对 安全线也好 嗯 这车说一声也好 这车真的不错 这两款车 好嘞 不打扰你们吃早餐呢 好的 谢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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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